欢迎得来新闻 我们今天是派了我们驻日特派 我们张茂生 也是长期在日本经营外交的张茂生大哥 因为他准备要回到日本 在这段时间我们先请教他问题 那上一集我们谈的比较多是日本内部的状况 到底他们的亲子之间的一些改变 还有不愿爱这件事情 到底对日本的这个 是不是又产生了所谓日本的所谓的 就是世代隔离也是有这样的态度 那当然更在乎就是到食品 对台湾的影响 我们台湾有五百万人每年去 这个千叶玩 然后吃辅导食品 回来说辅导食品不能吃 这怎么回事 好所以我们继续要提交比较多一些政治 包括美日之间的关系 那茂生大哥你好 你好 好我们接着回到一件事 就是最近最重要的消息是东京奥运 现在正好以前是这个安倍健身前政权 在弄这个事情 现在他辞掉了 换了一个监义伟新的首相 那接下来 接下来不办 你这个能力有问题 但是办了 疫情爆发怎么办 所以他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状况 好因为刚才我们 茂生大哥讲到的监义伟 其实监义伟跟安倍 你讲到安倍就会发生到他慷慨激昂的演讲 然后把事情说得非常透彻 安倍这个人他不用什么 很少用所谓的模拟两可的字眼 他就是很坚决的去主张他的事情 比如说当时 我们最印象就是安倍设的三支箭 或者是对中国的一个看法 那对台湾也是不用客气 只要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他直接就会用这个推特来表达对台湾的一个看法 那对川普而言 他也是就是他们 就是看他们就是 直接就是在画面上显示他们热络的状况 当然对中国虽然讨厌 但社会也会邀请进一来 好这是为了这个贸易的关系 所以安倍给他感觉 他就是一个 你清清楚楚知道 有一个人叫做安倍在那地方 可是菅义伟总是觉得一个面杀好 我总觉得菅义伟跟拜登的个性 某种程度还蛮像的 可以解释一下菅义伟为什么突然间在这么多的政治人物当中脱颖而出 而他的个性似乎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他做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果断度 好像不舒服安倍 可以描述一下菅义伟这个人吗 我们先要了解菅义伟这个人的出身 他是秋天县的农家出身 而且他这个家里是很穷的 然后他东江有练书了 练书他在大学就在打工 就在打工 那慢慢慢慢他在旁边那边从地方议员做起了 日本的首相很少从地方议员开始 一下子就从国会议员开始 这个人是机场按部就班的 所以他不是派罚出身的 不是 另外一个他这个人做事情非常的谨慎 非常非常文杂文杂 像他做官网长官做了七年 官网长官的工作相当于台湾的什么动作 这个应该是这个 他这个官网长官应该我们讲秘书长 秘书长 我是说发言人 秘书长 那他就想 他发言人是躲在后面的嘛 那要讲什么 就专门都要讲 但他这个很低调 他能讲什么能讲 他不会自己 自己加自己的意见 他非常的文 日本从来没有做官网长官做了他相当那么久的 没有换过的 对 所以他这个个性是非常纯着 那么从这个 他又被称为令和先生嘛 从对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有一些人你好像没有担当 但其实他这个人 个性是非常强 如果讲这个我们一般了解的血型 欧型是很 很稳很强的 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所以他是那种思绪非常谨慎 但是个性非常坚强 那我们到监义 他其实有一段历史啊 他的父亲其实曾经在台中国的关东工作 那时候日本就是占领了关东嘛 那需要一堆日本人去那边工作 那他的父亲呢 就因为是小农户啊 他就跟着去了中国 在关东 关东的地区呢 他得到重用 我据了解也做了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位置啊 那也有一些 一些事例 后来就是因为二战结束嘛 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呢 他们说 当时的菅义伟跟他姐姐 那时候菅义伟很小 然后跟他姐姐逃离这个 就是东三省的时候呢 他们说他们是看着日本人的尸体 逃回了日本 在中国是看着日本的尸体 逃回了这个 这个日本 那在日本后来就得到求学的机会 所以他是有经历过 生与死的一位官房长官 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他的个性 非常的坚硬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次东京奥运 其实背后是有菅义伟的坚强个性嘛 对 看他的表情啊 你看他从来不大笑 就是说 他表情非常的这个 对严谨 很冷静 对 有的人不喜欢这个个性 这种表情啦 但是他 他做这个首相 第一个 他碰到疫情 实在太倒霉了 对 他如果不碰到疫情 他这个支持力不会跌 跌得那么低 不是他的错啦 是疫情的错 是疫情的错 还有他们当时太相信WHO了 而且 而且 你晓得 在安倍这种强势的 这个首相的后面做 这个很少会 做得很好的 是 安倍是很强势的 很强势的 很强势的 那回到我们的重点 就是说 这次又看到一件事情说 你看喔 美国拜登 可能因为拜登年纪也大 所以他的 这种外交的动作呢 没有像 像川普 川普简直 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词 有没有激怒川普 某种 蛮像过动 就是他永远是 Energy 然后到处去演讲 然后到处去 去呛声 可是拜登就看起来是 常常在飞机上摔倒的 一个老人家 这是给大家印象 可是呢 非常特别是 全世界这么多的元首 第一个会见到 拜登人是 菅义伟 表示 日本跟美国的战略关系 真的越来越紧密了吗 当然啊 这个是因为 主要是疫情的问题啊 还有从拜登 这个后 这个川普的后期 那个围堵中国 这个情势来看 美国 把日本当成亚洲的 他的代理人 对 从那个business来讲 他是总代理 亚洲总代理 对 美国不一定 不一定会了解 这个亚洲的这个状况 但日本啊 他在亚洲龙头 他这个了解 了解这个亚洲状况 日本 日本在情报收集 听说是 全世界最厉害的 你可以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听友知道说 日本怎么那么厉害 在情报收集 这个 因为这一块 我在想 日本过去 现在应该没有了 以前 每一个单位 他都有一个 在收集情报 就是 每个公司 就好像我们的 这个 这个正风 对 这一种的 对 有这一种 而且他们 保护这个社会 过去日本的社会 是非常保守 保护这个社会 他们这个通报的 这个 这个 制度 不是说 你报什么 就有奖金 不是这样 大家是 说 维护这个社会的 这个安全 所以发生 有问题的 看到问题发生 马上就 就跟警察通报 看起来听起来很恐怖 其实从结论来看 对这个国家的安全 社会的安全 应该是有帮助的 所以看得出来 日本在情报收集 是一级棒的 一个情况下 因为我自己 也有一些个案 因为知道 在东南亚 有很多日本商社 那日本商社 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到东南亚工作 除了要发展 他们自己 本身企业之外 他们会 一大堆的 所谓的这个情报 就是企业情报人员 然后他们会不断的 把这个最新的讯息 传递到总公司 据了解 他们在收集 那种情报能力 简直超过你的想象 甚至你在做什么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回到这个情况下 是代表事情是 美国在发展 印太战略的时候 他的左右手 就是日本吗 对啊 没错 所以啊 美国讲什么 日本就做什么 这个就不必 不必怀疑的 或者说 美国的左向 是完全影响日本的 包括对中 对台政策 对 对整个亚洲的政策 好 那我们就牵到火线的话题了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 应该是他们的这个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他们叫做 安信夫 他们的 皇位大臣 皇位大臣 方案 安信夫 那安信夫呢 基本上 他跟台湾的关系如何 他非常好 他这个几乎比 台湾的哥哥 安倍精神还要好 安倍精神是他哥哥 亲哥哥 亲哥哥是同父同母吗 对 没错 同父同母 那为什么两个 因为他们家 这个男生比较少 特别是他的外公 安信介那边 没有男的 就过去给他们 安信是大的政法 给他妈妈那一家 两家的 安倍杨真 那他们兄弟俩感情好吗 感情非常好 他到18岁的时候才知道 他原来是这个 安倍精神的这个亲弟弟 是哦 还有这么一回事哦 那安信夫 他跟台湾的关系 要怎么谈起呢 应该 他 比方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政要 比较高层的人 到那边 几乎 安信夫 没有缺席的 他都会出来 包括来清德吗 对 包括来清德 还有这个 现在的这个 柯文哲市长 对对对 所以那听说 安信夫也见过蔡英文吗 见过 那安信夫在整个 台日关系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到底因为现在安信夫呢 是所有防卫大臣 第一个谈出来 就是日本将会 如果万一台湾有事 日本将是一个载具 而且会协助美国 对于中国的入侵呢 云与这个贯彻打击 安信夫这句话 到底背后是 菅义伟的看法呢 还是安信夫的看法 还是这现在 已经成为日本的国策 从凤梨事件看出来 日本其实真的很挺台湾 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谢谢大家 待会等来 欢迎来新闻棒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张茂生大哥 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张茂生大哥呢 他之前是民事驻日特派员 那也是自由时报 跟台湾日报的驻日特派员 那在这个1979年到1982年 在日本京都大学呢 是念比较教育研究科 研究科就研究所的意思吗 那比较教育是指的是 比较教育是指的是 比较教育是各国的社会教育 是人社会教育的 是 那个差异在哪里 所以以前你写文 写书都是用日文写 也有日文有中文 因为我们张茂生大哥的文章非常多 包括台湾两千万人的抉择 这是台湾日报出版社所写的 另外是台湾两千万 no 选择这是同一本书 但是是日文写的 他是由这个面影桥出版社 另外他有一本书是 信心智慧与行动 那这个是用中文写的嘛 然后是文讯杂志社 就印刷的 另外一个是日文写的 台湾no 战略逆袭 后面我看不懂 那是什么书 这个是政治的 就讲台湾的这个 就比较硬派的啦 比较硬派的 好那另外呢 就是台湾日报出版社 也帮你出了一本书 叫奥姆帝国杀戮末世论 这本书 就是奥姆这个 马云被处死的 那个谁叫呢 就上次那个东京的那个 杀人毒气的事情 杀林案 这本书 所以其实你住书蛮多的 那因为我们宝岛呢 也特别请我们 张帮生在做我们 驻日的这个特派员 那也了解一下 到了日本的一个 执席状况 因为毕竟在未来情况下 以前我们都在乎美国 但是现在角度来看 日本在两岸的 这个问题当中 扮演的角色 好像越来越明显 是这样子吗 对 那个过去 日本因为他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 所以他对日本是比较这个会介意的 他一举一动 尽可能配合他 特别是在日本 在中国这个 这个穷兵毒武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觉得是威胁 但是他不会直接点名中国 现在就直接点名中国就是威胁 是谁点名 是日本的现在的政府 日本政府 对于是安西夫他也讲了 中国就是 他敢直接讲中国这个名字 据刚才我们广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貌生大哥有特别提到 安西夫实习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 那我可以描述两件事吗 安西夫跟安倍的个性的差别 第二件事 安西夫身为防卫大臣 跟过去几任的防卫大臣 他的态度跟形式风格 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 我刚刚讲 他过去日本政府的内阁 不管哪个部会 特别是外交的外务省 跟这个防卫省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 这种强压强势 都不敢直接点名 但是 这个安西夫 他敢直接点名是中国 就表示说他现在根本不 不鸟中国啊 对 那其实他不是说 先来做到防卫大臣 因为他的哥哥 安倍金山做总理的时候 做首相的时候 他是做过这个外务省的副大臣 一阵子而已 大概一年吧 就下来 为什么他本来就可以上来的 因为他哥哥不想说 外面会讲说 你要用你的弟弟 所以他下来 他就马上变成防卫大臣 这个很重要的 是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就是说 安西夫会做这么大的决定里面 除了他个性使然之外 是美国跟他也有一定的共识呢 那当然他不这样做 像美国当然会不高兴 特别是那个 川普还在做总统的时候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发现到 其实川普跟各个国家 其实我们发现到 他跟日本的关系特别好 特别好 对 就是他跟梅克尔吵架 那连骂墨西哥的总统是 就学码 跟加拿大的这个 总理也曾经有一些 不愉快的这个 这个过程 那陈英也讲台湾就是一个 钢笔大的地方 这个中国是一个 是一个大的桌面 有必要为了这钢笔大的 要去努力呢 就算再来 我们要去帮忙也来不及 后来当然也有很大的改变 这是 那我们知道拜登在最近 这三个月的工作的内容 其实是超越川普 四年的任内的作为 大家可以有 可受公平嘛 所以我们就回来一件事 日本民众跟台湾的 民众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跟以前比 也真的不一样 特别这是凤梨事件 你怎么观察 我想日本跟台湾民众的 这种感情 突然的这个加深 应该要从311开始 这个日本人 日本人从这个福岛 这个大地震之后 发现台湾人民 怎么对日本那么好 所以他们非常感谢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还是念念的不忘 台湾对日本的友情 所以这一次凤梨事件 他们就是说 现在好轮到我们来报恩 日本人真的是 那种报恩的心态 对啊 那到底之前 为什么日本人不吃我们的凤梨 因为我们的 不是说我们的凤梨 因为我们凤梨在日本 本来就卖的比较贵啊 一块大概是600日元 那其他的菲律宾的 大概是300 400 而且小 看起来又 看相也不好 看相好 是 你是说我们的凤梨在那边 看相不好 不菲律宾的 菲律宾看相不好 那应该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 所以日本人现在也没什么钱 一般的祖父就是买 能吃了就吃嘛 何必买这个花一辈的钱 去买台湾的凤梨 是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就 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觉得应该买进台湾的凤梨 可是这样能买多久 毕竟还是贵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凤梨 他们停 停我们的这个状况 我一个认识的一个 日本的一个YouTube 一个公司 他在YouTube 他呼吁 每一个日本人 一天买一歌 对还有凤梨歌 还有凤梨歌 我想起来 凤梨的歌声 不是凤梨大哥 是凤梨歌 对 那个也蛮红的 一孝子七千多人 一天就七千多人 说我来买凤梨啊 结果是买不到啊 买不到 买不到 对我听说了 对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也表示说 这里面 只是单纯 就是因为 在福岛事件的时候 台湾对于日本 有很多的帮忙 所以日本对台湾有亲近感 还是 因为他们对 日本对中国人 开始讨厌 所以反过来 对台湾人有亲切感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这个当然 习与相关啊 你反对 他们讨厌中国 台湾对他们 他们对台湾特别好 那越讨厌中国 当然这个感觉 都转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必然的嘛 所以我们换个角度 我们上一集谈到福岩爱 那我们谈到福岩爱 其实都是一些八卦杂志 来报道 其实主流媒体 都没有报道 可是对于中国跟台湾 还有美国的关系 他们的主流报道 会有报道这些相关讯息吗 当然会有啊 现在日本的报纸 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 几乎天天出现 真的 几乎天天出现 天天出现 那都是报军事吗 还是报各方面 比如说我们这次台铁事件 他们也把它当上 当然报 但他这次报台铁事件 他比较就是批评 说我们的这个 一般的基础件事 弄得很差 这件事要好好想 因为美国也是希望 借由台湾基础建设 去发展东南亚 这是已经签MOU了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高兴感到荣幸 我们张茂政大哥 来到我们现场 以后我们要持续 让他追踪 最一心的日本 跟台湾之间关系 日本的国际关系 以及日本跟美国关系 让我们民众 能够进一步了解 到底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 茂政大哥 谢谢 谢谢 谢谢